大家好 我是华鞋迈奥哥 今天呢是5月9号 我身处地方呢是全国最大大数手机批发市场 为大家讲述呢 今天是老黄庆 首先呢是15普罗256G的 这是美版的没有卡车的机器 这也是一个准新的一个橙色 这个机器目前我们市场上拿过的是一个5600块钱 白色原色 它的价格呢会略微的比黑的蓝色价格会高一点 如果说大家买全新机的时候 如果说价格一样 大家一定要选择原色和白色 这一期的15系列这种配色 估计你到时候到二手市场上回收的时候 应该能多卖个最少200块钱 所以大家应该可以注意 当另外来说这个白色原色呢 确实 我感觉要比黑的跟蓝色好看 大家情况要注意 当然这种美版的15系列呢是没有卡槽了 需要改卡 这个呢是14普罗5142G的港行未激活的手机 像这个机器呢 或者目前是6100他是未激活的啊 如果说大家选择激活了二手橙色还比较好的 基本上差不多也便宜不了太多啊 这是未激活的 当然这个机器的激活是没有保修的 这是可以说被官方抹出过保修的 当然这种外版机器呢 相中来说 进保修也是比较难 主要是买就买他一个群 新 准新的一个品质 对吧 当然他只有颜色了 只有这个啊 紫色和金色那黑的白的他是没有的 大家也要注意颜色 这个呢是13普罗麦克斯128G的 像这个机器的整体橙色呢 都是比较的不错 电池也比较高 这个机器我们市场上拿货了是4050块钱 像现在很像现在很多机器 不管是什么样的啊 我们会明显感觉呢 这个128G内存 它就是不好卖一点 256G应该是大家最比较受欢迎的一个内存 然后就往上点呢 就是我们外版机器的一大优势 什么意思呢 就是512G对比256G呢 贵不了多少钱 ETB呢也贵不了多少钱 如果大家有大内存需求的 选择外版机器可以选择一下 这个呢是14128G的欧版原生单个卡槽的机器 这个机器红色 然后电的效率99 外观橙色呢还是非常好的 红色大家应该都知道 如果说是外版机器的话 它相对来说会比较便宜很多 那这个机器呢 它虽然是个原生单卡 但是它也是二开头的一个价格2900啊 所以说不会贵特别多 如果说2900拿红色呢 可以拿同橙色美版充电可以说买个位数的了 那基本上就可以 美版机器呢还要比欧版机器情况下更加的便宜啊 红色啊 确实比较花蕾胡哨 那还有这个黄色对吧 我 我就有的时候都会怀疑 真的会有正常人选择这种颜色吗 我我甚至怀疑库克是不是这种颜色 它生产出来就是为了配色呢 这个黄色红色 我觉得应该没有太多人会去买 它的售数应该是比较少的 这个ipad10256G wifi呢 这个机器我们目前市场拿货 这种准新橙色是3000拿货 如果说这个颜色是白色 那肯定要到3100了啊 选白色就完事了 对吧 这个呢是XS max256G的一个国行的 然后呢机器的屏幕呢 它不是原装屏 是一个国产屏 在这个机器是1000回收的 如果说但凡这个是屏幕是原装的意思 原装屏呢 最起码回收在1500以上了 整体城市呢也还是比较的不错 国产屏的体验相对来说呢 就会差一点啊 大家一定要注意 对吧 大家如果说想了解其他机器真实的黄金呢 这个在屏幕评论下留言 你们的问题呢 奥哥都会一详细的回复 感谢了大家的支持